哈喽,大家好,我是Anna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容易做的一单里面 而材料也是非常容易搓手可得的 那开始吧 首先呢,在切这个香菜的根部 我会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因为像吃起来的口感会有脆脆的感觉 加上皮感我觉得也比较好 在处理大虫的方面呢,我会先把它皮脱掉 然后我会把它拿去清水 因为一样可能上面会有泥土 所以要把它清理干净 这样吃到的时候才不会有泥土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大虫我会把它切碎 切碎是因为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比较脆 所以还是建议切碎的大虫是比较好吃的 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可以开始炒大虫还有香菜 我们炒的时候记得放一点干辣油就可以了 稍微烧中火 小炒就可以了 等到大概有嗅到辣葱的香味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起锅了 在处理虫的时候我会先把虫壳先拔掉 这样吃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做第二次工还要拔虫 这样吃起来也不能很好看 所以我会建议先把虫壳拔掉 然后我会做一些调味 我会放一些盐,还有胡椒粉,还有色酒,或者白酒也都行 这样吃起来的香味就大概有点调味的感觉 比较香,比较好吃 如果不喜欢喝酒的人,不要放酒贴心 在炒虾仁的方面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炒到稍微透红就行了 不需要炒到全熟 因为在过后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再炒多一次蛇的动作 所以这时记得蛇子要熟一点点就好 不需要全熟 那我们这次就可以起锅 在切大蒜的时候 我建议尽量把大蒜切到最薄最薄最薄 重要的东西说三次 因为如果叶薄的话 代表大蒜它的接触干燃油的面积叶肚 那味道肯定是更香的 所以记得大蒜要切薄 然后在一开始炒的时候 记得小火就行了 不需要大火 炒大蒜只要用非常小的火 小炒就行了 不需要大火 这样如果大火的话 会把大蒜弄焦 只要靠到下位 焦黄焦黄 这时就可以灌火了 这时如果您我们促虫做两件事把水煮滚 把意大利面煮好 意大利面煮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意大利面放进蒜头的锅 一面一起炒 这样炒起来的味道 大蒜味的面就会融入在一起 那这个口感就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这时你就不用再放油 因为橄欖油已经放过了 所以面记得不要搅 要把搓你的油 都跟面融入在一起 然后再把刚刚炒好的大蒜香 再倒入锅里 再搅一搅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再把虾再放进去 热一下就行了 就可以起锅了 那这道菜 就不够容易的简单的完成 那菜是我的个人 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 也非常的好吃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给我一个like 谢谢大家 那下一次我们再见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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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